这是蚊子在显微镜下的嘴巴 它的嘴巴带有六根刺来吸取我们的血液 那么你知道它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 悄悄地把我们的血吸掉 但我们却毫不知情呢 今天跟随4K超清镜头 探索蚊子吸取我们血液的全过程 据说长按点赞的人 今天绝对会运气爆棚 赶紧试试看吧 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 蚊子 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蚊子 其中最脆弱的是儿童 孕妇 它的叮咬会导致非常多的人死亡 使我们生病 那么是什么让蚊子的叮咬如此有害 首先它们只有磁蚊咬我们 它们需要血液来产卵 并为它们的孩子提供一池水进行孵化 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可以 蚊子把它的探针伸向我们皮肤之下 这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非常复杂 首先 这个长嘴唇缩回 你看到它向后弯曲了吗 如果你在显微镜下观察蚊子的头部 你可以看到这个长唇保护的东西 里面有六个针头 其中两根有细小的牙齿 它们被用来锯开皮肤 它们非常锋利 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行动 另外两根针在它工作时将组织分开 从皮肤下你可以看到它在探测 并且找寻血管 它的另一根针尖上的受体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血管 自然散发的化学物质 并引导它到达那里 然后 它把这根针当作一根吸管 开始打餐 当它的肚子被填满时 它把水从血液中分离并把它挤出来 看到水滴了吗 这样可以腾出空间来用更有营养的红细胞填满自己 它的另一根针将化学物质吐出进入我们体内 使我们的血液不会凝结 并让我们在事后出现臊痒的伤痕 有时 它会在饱餐一顿后留下一份离别的礼物 一种病毒或寄生虫 它们会使我们生病或死亡 然而 这对蚊子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只是这些病毒和寄生虫只是搭了蚊子的便车 但这就是使我们和蚊子成为死敌的原因 它们吸我们的血 有时我们可以把它打死 但往往我们动作不够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